精致小学生做作业需要几步 第一步 拿出我的全自动桌面扫兮机器人 把脏兮兮的桌面全部打扫干净 第二步 拿出我的好运美少女喷雾瓶 给书桌全面喷洒一遍 希望写作业的时候 我妈不要一直碎碎念 第三步 打开我的桌面收纳笔筒 准备好需要用到的各种文具 便利贴橡皮擦胶带统统放进去 还有夏天必备的扇子修正带 有了它 写作业肯定更加凉快 想要写作业更开心 必须来点桌面小点心 提神为C小含片 清新的秘菊和白桃果冻 这才是打开作业的正确节奏 第四步 拿出我的恶犬捏捏 作业有点多 当然要捏一捏来解解压 谁要是念叨我 我就放咆哮狗头咬它 咬谁呢 第五步 把答案之书发圈戴在手上 发圈啊发圈 现在我可以开始写作业了吗 答案就是 似乎没有问题 发圈啊发圈 请问这道题到底选哪个 答案是 超出你的掌控范围 发圈啊发圈 我应该揍它吗 似乎没有问题 发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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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圈